即使你没有化妆 你都要卸妆 抹的话都是黑的 上面的都是灰尘 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你没有卸妆 哈喽,我是蓝天 我今天要好物分享 第二样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我 每天都在用的东西 卸妆水 卸妆水真的是 零零满目 好像不是这样笑 零零满目 随便啦 就是 很多样化 然后什么都有 卸妆水 卸妆油 卸妆奶 卸妆膏 卸妆海绵 就一大堆 我会以当天的情况来卸妆 就比如说如果我当天只是化了一个 防晒 跟粉底 眉毛 就这种比较容易卸的彩妆的话 我就会用 卸妆水 然后再加卸妆奶 卸妆水的话 我是用Defesta的Creamsing Lotion 它有出很多款很多颜色吧 我觉得功效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卸妆奶 卸妆奶我是 我是买Royal的Creamsing Nude 擦在你的脸上然后你就这样脱了 就把 我之前可能前一个步骤我没有卸干净 然后我再用这个 就可以把它彻底的卸干净 我才会去用 洗脸霜 如果我今天有化 比较浓的妆 我有上眼睫毛 有上眼线 有带假睫毛 这些比较难卸的化妆品的话 我就会推荐这个 卸妆油 这个是Royal的Makeup Remover For Waterproof Makeup 就是它主要是针对你的 眼妆跟春妆 这些比较难卸的化妆品 即使我用过其他的化妆油 我最后还是会选择买回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真的又便宜又好用真的 所以我每次都会推荐这个 所以我平时的卸妆步骤基本上我就是用这三支来搞定 这都是30左右的价格 就蛮便宜的 这些都可以在Warsen Guardian 这些 Market Supermarket 都很容易找到 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做offer 会更便宜 我想强调的是 即使你没有化妆 你都要卸妆 因为现在外面的空气很暗脏 你的脸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你出一趟去回来你的脸 你在用卸妆水这样骂的话 都是黑的 上面的都是灰尘 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你没有卸妆 如果你平时涂一些防晒 它还会做到一些隔离的效果 那个灰尘也不会直接是黏在你的皮肤上面 我觉得女生还是多多少少 你真的不 不化妆的话 你也是要涂防晒和一些保养品 你也不要奢望你的 洗脸刷可以帮你洗掉你的防晒 所以 它没有办法很彻底的 洗得很干净 所以你怎样的好 你回到家 你床员之前 你一定要卸妆 还可以确保你的皮肤干净 然后你才去用你的 洗脸刷 介绍的是卸妆水 但是我这一集 我 不想要卸妆给你们看 所以我只是大概讲解 但是这些真的是 买了不会后悔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就到这边啦 然后 多多支持 我的视频 还有按赞给我 Follow我 赞我 拜拜